流血如同过茧成蝶的蜕变 是青春年华中最绚烂的一页 它赋予了学子们一双坚韧的翅膀 让他们能够翱翔在更高 更远的天空 当第一次踏上一国的土地 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忐忑与好奇 陌生的环境 迥异的文化 如同一片未知的海洋 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 正是这种挑战 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勇气与决心 我们迅速调整心态 以开放的心态融入这个全新的世界 在一国他乡 我们遇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流血伙伴 他们如同繁星点缀在一楼 共同构成了这个多元而璀璨的流血世界 我们一同在知识的海洋中 共同探讨学术的保密 在文化的交流中混沌 意义深会 可于时光 我们投身于丰富多彩的课外国 音乐会上的旋律 如同天籁之一 让我们陶醉在艺术的海洋 艺术展览中的画作 犹如时间的碎片 带我们穿越古今 体育比赛中的汗水与冰 更是让我们学会了坚持与艺力 这些活动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文化的魅力 更让我们在挑战中不断成长 学会自律 自我管理和自我提升 在流血的道路上 我们或许曾有过迷茫与彷徨 但正是这些挑战与困难 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走出国门 探索未知世界的决心 每一次的跌倒 都让我们更加勇敢地站起 每一次的失败 都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前线 在老师和朋友的鼓励与陪伴下 我们收获了友谊与成长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与追求 我的中国留学生活 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旅程 它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与挑战 如何拥抱多元与包容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 只有敢于拼搏勇于挑战 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不断成长 它如同一首动人的诗篇 书写着青春的热血与其情 如同一幅绚丽的画卷 描绘着成长的色彩与斑来 让我们珍惜这段宝贵的经历 继续砥砺前行 书写更加辉煌在未来